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组家移民的故事》节目系列 今节由我许刘山和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按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到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想说一件 其实昨天 易德台仰已经有把整件事的来龙去墨 这个制裁而离开的女碩士毕业生 她的故事究竟是如何都叫美美到来 我们在资讯栏也会补回这一节的班号 大家就很容易点击上一节来听 对于拿着BNO签证的女孩 去到英国之后想着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殊不知因为财困 或者因为自己担心将来的日子 会被裁员或过得不好 而选择在英国而这样离开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可惜 为什么我又想做多一节来讲一讲这件事的故事 因为我看到这个女孩的学历和工作经验等等 回到香港是绝对有前途的 我也认为是的 始终她也有碩士的学历 也有海外的工作经验 但是很不幸 伦敦的生活是不容易的 就算你有学历 有手有脚也好 也不一定成功 而且失败的人在伦敦是佔多数的 因为伦敦的生活指数高 租金又贵 一般年轻人去到那里 你要租房住的话 那个负担已经很厉害了 这件事的延后 我们看到一种盲放真的很悲凉 我们看到这些BNO女孩 我们也说过不少他们的故事 或者他们不准放负在他们的群组 谷里面也好 TG也好 他们的主要原因 就是不想被人知道 他们在英国的生活不好 为了要证明自己在英国的生活 正确的话 唯有不断唱好 刚才提到两个字 倫敦 竟然有一群自称 曼切斯特香港人的群组 曼切斯特香港人 在他们的群组 竟然说了类似的话 我看到我真是呆X了 竟然说不关曼城事 但大家留意身边的人 即使觉得 幸好不是我们曼城衰 而是伦敦衰 这样的心态也有 是同一个国家 曼城的生活指数 没有伦敦那么厉害 但是曼城去伦敦 也不是很久 没得说不关事 其实大家都是海外的华人 在英国自称在同一个国家 曼城群组里面说这些东西 就觉得给人感觉 这些是个别事件 是他自己坏 他自己不行 我们不是的 不是的 我只能这么说 每个人都有 运气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运气的时候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面对呢 对不对 你不是一定 长期都是曼城那边那么好的 伦敦衰 可能是 两三年后 曼城衰 伦敦好也不一定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他在伦敦有这个制度 就是伦敦的事 那我们曼城的香港人 过得好就算可以了 就算你觉得这件事 是听到不开心 觉得他很惨 都是伦敦的香港人有问题 现在曼城香港人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是相当可恥 和相当得人害怕 总之大家都是香港的朋友 来到英国 离乡别井的生活 我不理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如果他现在这样做 又再质疑他这个 还要是由这些在英国的香港人口中 这样说 那种态度令人无骨悚然 甚至乎现在看到 他说他住在一个900英镑月租的房间 有一个共用厕所的便宜公寓 可能在一间颇大的房间里 可能有好几个房间 他占其中一个 有些地方是公家用的 因此有些人会觉得 他在900英镑住劏房 用一种这样的语气和他说 大致上的意思是 那你在伦敦一定是 你来到曼城 900英镑一个月 做厚市 有前后小花园 还可以 要不要搞到这样 如果你还用这样的形式 去质疑另一个人的生活上的决定 我觉得不是这么应该的 还有其后在他的电脑中 发现了他的 逐一说一句 可以说等于死亡不记 就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上 是有困难 再加上他的人工不够 只能够节衣缩食 居住的环境也相当之恶劣 也有说有不卫生的厕所 人多用 可能去完厕所就有职 真的很麻烦 有些人就去厕所滴滴仔 其实我自己也见过 有些香港的朋友 他们是有一个studio 颇大的 可能有五六个朋友 在这个studio里面做事 甚至乎睡着 打地铺 都叫做OK的 虽然是男人 大家都明白 坏地说句 自己去鼠鼠男人 滴到两滴在地上 都会抹回他 清理回他 都不想大家的环境 但可能同屋主 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可能三三五岳也有 什么都有 什么来自什么国家也有 因此可能见到这些环境 自己都会顶不住 说他生活的压力 就一阵加一阵 一阵加一阵 这些阴影 疑味 这些东西 加起来 是令人挺辛苦的 原来他在 上一年的11月 自己搞定自己的时候 已经准备和心理医生去见面 见到验尸观也说了 声明里面说 他在上年的9月 曾经跟兄弟姐妹 也就是哥哥弟弟的女生 说过 担心自己的生活 因为在英国的收入 就没办法支持 令他们觉得很焦虑 我看这点 我觉得很离奇 为什么家人 不劝他回香港 其实签证的费用 究竟是不舍得那费用 我给了那块钱 申请这件事 我觉得如果你是家人的话 那你就劝他 最多是我们给你 你申请过费用多少钱 用了多少 这些有很多原因 可能他自己这个人本身 那个自尊心度强也不一定 我没有透露给家人知道 都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他将这些问题 都有在笔记簿写下 有写过 也有另一个可能就是 他的家人也非常鼓励他 面对也有可能听不明白 也可能鼓励他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也不一定 这是很多原因 很多可能 其实我觉得 我也明白 有时候家人方面 可能不明白他 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冲动的决定 也不一定 为什么会想起一边 因为他也说 同时也怕自己 因为生活焦虑的压力 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表现 到最后就会被炒鱿鱼了 总之最终结果是无收入 就是顶不住在英国的生活开支 觉得很沮丧 台影讲的可能性 其实也有可能 因为严司官 尤其读出了一个声明 说他的兄弟 一直都希望能够阻止悲剧 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只是可以接受事实 到最后按照他的意愿 继续照顾他的父母 我看一看这个女孩的学历背景 就说她2017年在Kong Yu毕业 我把数据一下 2017年即是避开了什么 2019年的黑暴事件 对不起 2019年打后那群毕业的朋友 真的在HR方面都会想看他们的Facebook 或者看他们的过去 或者他们的生活 大公司尤其是很担心 有些政治立场有些癫癫的 例如吃东西要去黄店吃 今天来到这间黄店吃东西很开心 为什么呢 真是真的 我有个朋友做HR 他说我看到有个女孩 本来她的质素不错 不过听她说话好像怪怪的那些 怪怪的 有黄猪 哦 那就麻烦点了 对了 出了事被黄猪出卖了她 因为看到她开手机的时候 有个黄猪的logo 然后查一查这个女孩的材料 看到她就拍了一段影片 还说吃饺子 皮脆肉乱多汁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黄狄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然后说 不要了 她说了 拍了一段影片 好像很开心 接着这个女孩 我不管她的政治立场 至少她17年 基本上也有差不多年资 再在19年的时候 就在日内瓦那里 就读了个碩士 说回到香港 就做了一段时间 控室智会 里面担任 国际救济服务的干士 看到她也有点爱心 对不对 没错 只不过她懂得帮人 很肯帮人 但有时人就是这样 跟医生一样 能医不治医 有所谓 懂得帮人 但不懂得帮自己 不知怎样 可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非常可惜 这些情况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 有机会发生的 真的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 遇上一些困难的时候 最好就 跟身边的人 说出来 无论你身边的人 能不能帮到你 但你说出来 其实都 某个程度上 可以舒缓一下 你的精神压力 但很棒 看她在伦敦的生活 应该都颇为孤单 因为她据说她长期 不用开工的时候 她就在这间房间 会离开自己的房间 还有她由于收入少 更加没有办法 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 连吃饭都要就着就着吃 我觉得是挺苦的 因此那群人 吹嘘到英国的生活 又说去一下公园 去一下博物馆 去一下博物馆 看看其他不同的名声古迹 就叫做可以很开心 也是那句 你看看就厌了 你去大英博物馆 走多十次八次 你就不想再走 就算免费给你走 也是不想走 走到肚饿累 你再看下去 那些木乃伊都是那些木乃伊 那些雕塑和石像 都是那些东西 你看多几次就没什么好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到这么高 或者打卡被人看到 英国的生活很棒 你用旅行的心态去看他们在英国的生活 一定是觉得好看好过瘾 那也是另一点 所以觉得最令人震惊的地方 甚至乎有些BNO女孩 可能你听到我们这一节 都要想一件事 是不是非留在英国不可 回来香港是否真是一条绝路 为什么回来香港是这么可怕的 这里是人间煉獄 还是怎样 我最深紧 好像我现在在录音的时间 其实我已经在香港 宽别了几年之后来到香港 其实又没什么 很多东西都被我在三年前见到香港 可以说随着科技方面先进了 或者很多不同角色各样 日韩新开的店铺 食肆等等 其实足不出户 都可以买到很多 甚至乎日本东西又可以 韩国东西又可以 什么都可以 百花齐放 很多东西在形象上都做得漂亮了 你说比2019年还离谱 又不见得 可能你说这些美丽的幻象是假的 做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表面而已 大家都不开心 因为没有民主自由 你不要跟我玩 你看去排队吃饭的人 去排队买东西的人 去排队买东西的人 看看其他不同的人 他们做店员也好 或者做其他销售也好 或者其他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也好 有没有说一定要五大诉求 因为没有了就这样生活 对吧? 不要这么瘋 所以你看到这些是很可惜的 有些人是特别坏的 尤其是有一班过去英国 一家大小过去英国 平时生活 我不知道 有些可能是过得挺好 但有些据说是在做 最低工资 而且还要带着一家大小 但仍然觉得 死都不要回香港 宁愿在英国做黑衣 也不要回香港做皇帝 这种思维和思想 就会令人觉得 回香港是失败的表现 可能会不会是因为 这种说法 令到有些人觉得 怎么也要死定下去 其实没有必要死定 对吧? 也有可能 为什么呢? 这种巴士佬 垃圾教师 在英国都做得这么好 都可以一家大小 我明明有碩士 有抗U毕业 都不及你们揮 有没有教错 你们都没回流 我要回流 不如再去好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我看到也很突然 其实他英文一定是不错 见到他有一定的学历 其实就算在香港找一份幼稚园教书 都一定很多人请你 甚至乎你做私人补习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甚至乎你国际视野的眼界 回到香港都已经很受欢迎 我觉得不需要想到这样 工大把在香港等着你 可以做到 甚至乎很愿意让你尝试重新做起 即是何必要这样去 在英国而这样呢 或者叫做抵不了面子 觉得人家可以我不行 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呢 记住了 这些绝路是不应该的 还有其他的人 说到好像事不关己 还是怎样 就是为了要保住BNO Girl 这个招牌而说出这些话 简直是非常非常难的 是的 去到英国 你就继续在英国生活 不停地唱衰香港 又说香港怎么衰怎么衰 来英国才是最好 从来就不应该这样比较 老实说 你自己想去英国生活 我觉得没问题 每个人都有权利 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 你去英国便去英国了 不停地唱衰香港 一部份人是这样的 说谁回香港就是衰仔 这些说法 你累死人 你自己不回便 便不回 不用到处唱 到处说 说到好像回香港就是失败者一样 不是的 香港本来都是自己的出生地 对很多人来说 对不对 否则你怎么能够拿着BNO签证去呢 对不对 你这样唱衰自己的出生地也有 香港已经变了 面目全非了 我自己不是很想见到这些情况 亦都觉得很深暗 演变成这样 虽然我们经常拿这些BNO签证的有趣事件 老实说 必须要恃笑他们 我觉得是必须要恃笑这些BNO签证的 那些很认真 嘴念很认真 那些必须要恃笑他们 我觉得 好 希望他的家人能够捷哀顺变 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警醒作用 希望自己也看清楚 好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